方面来关心入秋后的首播 东北季风今天来报到了 北部地区还有宜兰花莲降雨变明显 而从明天开始到周日 又有华南雨区移入 降雨的范围会再扩大 北海岸大台北山区 东北部可能会有局部大雨 在气温方面 北部低温明天将下滑到20度 周末剩下19度 空旷地区还可能下探到17度低温 南台湾也可以感受到秋意浓 要到下周一才会回暖转期 走出户外一阵凉意袭来 民众赶紧把外套拉链拉上 今年入秋后第一波东北季风暴到 北台湾再度有感变天 低温有如溜滑梯 从周五开始下滑到20度 周末剩下19度 空旷地区还可能下探到17度 南部地区虽然降温不明显 但也可以感受到秋意浓厚 要一直到下周一气温才会回升 礼拜六等礼拜天的一个清晨 会是这一波冷空气影响 比较明显的时间点 白天的回温也是比较不明显的 所以预估在高温方面 也是在22、23度 东北季风增强也带来降雨 21号开始 北部地区宜兰花莲降雨变明显 周五到下礼拜天 华南云雨区移入 降雨热区再扩大 其中北海岸大台北山区 东北部恐有局部大雨 台东和中南部山区 也会有局部短暂雨 周五到周日这三天 整体的一个降雨的范围 也是比较偏广一点 北部跟东北部 雨量上是比较多的 预估这样的时间也比较长 另外美国国家海洋 暨大气总署报告指出 反圣因现象连续两年来袭 尤其在未来几周内会加强 直到明年春季减弱 期间北半球可能迎来严寒冬天 南半球则要防止干旱 不过会不会让台湾 今年冬天变得更冷 带来的气象变化 还需要再观察 记者正好过等